就真的 请大家 我今天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啊 但也真的就是 请大家理智的去 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盲目的去 在某一个假制公司 就直接 一个板砖敲定 多看看没关系 选择权是在于我们个人 我们已经受了这么大的伤了 已经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了 如果说有赔偿款 捏到自己的手里 不要去多花 不要去多花一分钱 因为如果说我们真的 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我们 跟正常人去比 真的也就没有人家去 能够有那么多的劳动力 没有人家能够有那么多的 能力去赚到更多的钱 因为他这个东西真的很贵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 得到的赔偿的每一分钱 合理的运用 不要听他们假制公司 去给你推荐一些 不符合你自身经济情况的一些产品 一定要选择自己够用的就好 好吗 还有就是 如果说跟我联系的那个价值公司 你本人在我的直播间 或者你让你的 员工在我的直播间看 我现在依旧还是告诉你 你跟我回微信 你跟我好好说 你的尾款就是你所谓的八千块钱 这个东西 我尾款我立马可以当下转给你 把我的收据开给我 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 所有的言论 在网上所有我要发表的言论 是符合法律效应的 以及我个人能力 可以承受的 我可以完全完全全 把你所说的话 可以贴到网上 我可以去维护我自己的威权 就请你们尊重每一位 既然你们每一个 假之你的公司打着 为残疾人服务的口号 那就请你们做实事好吗 挣钱没有到天顶的 可以挣钱 你的技术是无价的 我承认 每个人不管任何行业的技术 都是无价的 但请不要太过分 请不要太过分 你们开的宝马车 你们开的奥迪车 你们开的大奔 BBA 从哪来的 你们自己心里边清楚的很 但是就像你说的 东西是便宜 技术是无价的 我承认 你的技术是无价的 但请你给我们残疾人 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像我也不是永远的13岁 我总有长大的那一天 我总知道为自己维权的 就是我的靠山已经不在了 我父亲不在了 但是我长大了 我知道怎么去维护 我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有就是我想说的 那个销售精灵 你欠我爸一句道歉 我自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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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 如果说他 我现在没有看微信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回微信 我想说就是 如果说那个人再给我扯逼 或者是要闹到一定程度的话 因为我的粉丝老公那么几个 我在想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帮帮我 我说的每一句话 出声 我能担负得起 我受的每一句话的法律责任 提及他们任何一个假值公司 没有提及他们任何一个假值 技师 没有动任何人的蛋糕 我一个成年人 可以负法律责任的年纪 我告诉大家 也告诉每一个假值公司 我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假值公司 没有动任何一个假值技师的蛋糕 我也没有去品牌任何一个技师的 手艺好坏 唯独今天开的这个直播 我近视眼哦 我看你们那个 我看你们发的这个 评论 我得蹲在这看 我近视眼我站在那看不见 不好意思啊 你们刚才发的那些 我得蹲在这一点一点翻 因为我站在那看不见 情到深处 情到深处自然浓 我今天确实也是有点失态了 不好意思 真的是有点失态了 平时我确实是没有 平时我没有那个什么 嗯 没有这么过 没有这样子的 确实是真的是 把人逼到一定程度的 没有办法 还有就是那个技师说 我在网上卖惨 博取同情 我没有博取同情 我也没有卖惨 我很努力的在生活 我每天都在很努力的工作 我也 我从事的 我从事的患上卖 我从事的患上卖 我从事来说